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干锅鲤鱼 首先我们准备鲤鱼一条 将鲤鱼敲晕之后刮掉鱼鳞 然后再去除内脏清洗干净备用 嫌麻烦的同学可以将这一步交给摊主来处理 下一步我们开始改刀 首先在鱼头处各切一刀将鱼心线扯出 这一步的目的是减少腥味 然后将鲤鱼从中间切开 切开之后再剁成大小均匀的小块备用 鲤鱼剁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鱼块清洗干净之后捞出准备下一步腌制 碗中加入食用盐一克 加入胡椒粉0.5克 加入料酒3克 加入少许老抽调色 加入13香一克 然后将鱼块搅拌均匀 再加入少许干淀粉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干锅鲤鱼的辅料 准备生姜15克切成小粒备用 准备大蒜15克切成小粒备用 准备红泡椒15克切碎备用 准备猪肥油一小块切成小粒备用 加入猪肥油的目的是增加香味和口感 准备几个二斤条辣椒切成小粒备用 准备蒜苗两根轻轻拍散之后切成小段备用 准备王刚排麻辣火锅底料30克切碎备用 底料的品牌不受限制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选择 最后准备几根芹菜切成小段 放入干锅中间底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 开大火将油温烧至七成热 没有宽油的同学可以用小火把鱼块煎香 油温烧至七成热之后将鱼块一次下入锅中 然后开中火炸两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鱼块炸熟炸香 两分钟之后将炸好的鱼块捞出控油 把热油倒出之后再加入适量的底油 将油烧热之后加入几颗青花椒爆锅 加入干辣椒五克 再加入准备好的料头 翻炒均匀之后再加入切好的猪肥油爆炒几下 稍微爆出猪油之后再加入切好的麻辣底料 然后转中小火将底料炒香炒化 底料炒化之后加入啤酒一瓶 加啤酒的目的是去腥增鲜 大火烧开之后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食用盐一克 加入少许白糖提鲜 加入小半勺胡椒粉 加入生抽酱油三克 调好味道之后将炸好的鱼块下锅 开中小火烧两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鲤鱼烧至入味 两分钟之后加入切好的二斤条和蒜苗 继续烧三十秒把料头烧至断生 三十秒钟之后加入少许的明油 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美味的干锅鲤鱼就制作完成 价面开始干锅鲤鱼的技术总结 第一 最好选择肉质粗糙的鲤鱼制作 这样成菜会更香 第二 此菜不加水 只加啤酒的目的是去腥增鲜 第三 鱼块下锅之前油温必须达到气成热 油温过滴否则鱼块很容易沾脸 第四 吃完之后还可以添加个人喜欢的蔬菜蒜汤 干锅鲤鱼的技术总结完毕